那么我们要问 是不是真的 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震动呢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 你看地球在太空当中运行 由自转 由公转 绕着太阳转 是公转 本身转 本身转一圈 二十四个小时 就是一周一 面对太阳的这一半 白天 背着太阳的是夜晚 他才懂 除这种动之外 这经上讲的六种动 动 齐勇 正 侯 全都有 所以地球 在太空当中运行是个非常不规则的 它有晃动 南北极的中心 也是不稳定的 大概 各个几万年 它就有很大的偏差 科学家告诉我们 大概从上古 应该是 几万年前 到我们现在 这个 南北极的偏差 已经差五度了 这个幅度就很大了 所以现在 地球上的气候 产生很大的变化 地球在太空当中 是个很不规则的运动 我们会联想到 太阳系在空中 也如此 耐至于更大的银河系 星球 之诞生 跟死亡 死亡就爆炸了 这个现象 天文学家 已经很清楚了 夜晚 观测测星空 用这个高倍的望远镜 能看到吗 星系 也不例外 也有沉住 坏空 迎合 是个大信息 那在佛法里面讲 佛的教法区 是个更大的信息 是个大信息 是个大信息 是个大信息